好了,回到第二節,這一節就會講一些剛剛預告,再講一些開心點的事情 就是香港發生了那麼多事,但是令到萬城球很開心就是自己的愛隊竟然來了香港 有點苦中作樂的感覺 就是萬城來香港也出席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我想有去足球馬的印象都很深刻 雖然我不是自己的場上去完 我只是有去到正式比賽,但是我自己也...那個感覺很深刻 因為始終第一次自己的愛隊出現在自己的眼前 很多可以跟在電視機上看到的東西是真的很不同的 包括球員的那個身高 他的身形是多麼大隻 你在電視上看是不太覺得的 但是當你真的在現場看他們的發揮 那個感覺是真的震撼很多的 那由第一場...就是我由第一場活動慢慢開始回顧 由電競那場再說 Samsung你是聽說過因為電競有點伏 所以沒有去到,對吧 是,沒錯 其實我最初都不太看好電競 其實你想想 500多...即接近600元埋單的票 你進去看新來他們打遊戲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無謂 就是...可能...球迷的感覺就是 可能我看到球員的另一面 但是我覺得... 就是作為一個...我這個風格的球迷 我覺得是比較想看他在... 在賽場上...即是... 在草場上發揮多過他在鍵盤前面的發揮 所以... 聽回我的朋友說 其實到了那一天都是比較無奈的 就是說其實... 內部應購的問題都很嚴重 有一班的...觀眾... 對...可能那些家屬... 事前已經坐在那些位置 但是他們說 買了500來600元的票 進去都是要被迫棋的 然後去到後期就... 逐個簽名 那這個...我朋友就說其實都OK的 但是就...好看行不幸運 你最初就看看抽中了哪一個... 球員簽給你的Posa 所以其實... 綜觀整個電競活動 跟他那個... 那個... 接近現在的年代說 搞電競比賽的 但是其實... 實質跟球迷的互動呢 那就... 真是低於... 我有去過的公開操練 和... 現場比賽的那個 真是很大分別的 那其實就... 我補充多一點點電競活動 那其實我們就有... 有主持去過的 那不開名了 那其實就... 他覺得最失望的地方 反而其實在於... 就是... 原本其實大家想著有機會可以... 就是可能跟球星... 就是打遊戲啊... 裡面可以跟他們... 真的可以... 近距離接觸一下 見識一下他們另一面 那但是... 就正如剛剛Samson說的 就是那個問題就是說... 第一啦... 有很多預先其實... 那些... 其實票呢... 聽聞就賣不完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有些漂亮的位置... 最前最近的位置呢... 就... 已經被可能... 內部有些... 家屬或者朋友那些人... 就已經是要了啦... 就變成很難接觸到球員的... 那另外還有很多時候... 要抽籤那些東西呢... 那如果你抽不到的話... 其實你整個活動... 基本上你是... 只去到... 其實只看著他們... 可能打陣Viva那樣啦... 那然後就完了啦... 那所以他就... 覺得其實都... 就是幾失望一下的... 那還有始終... 就是... 又或者這麼說啦... 因為其實他...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主辦單位呢... 很遲都不知道... 究竟有哪些球員會去啦... 那所以就... 可能這個也是一個... 影響了說... 他買票的那個因素啦... 那... 其實... 就是... 我之前都略有所聞說... 好像說本身就... 那個宣傳都好像... 做到很足的... 就... 說到好像... 呃... 就是這個電競活動是應該會... 好像會令到人覺得... 你可以跟球星親身接觸啦... 那但是... 就是... 聽方來的回響都不是說... 真的那麼... 那麼好啦... 又... 就是好像... 按摩咕咕那樣坐... 坐在那裡看他們的遊戲機... 那... 那... 那個問題是... 你就這樣坐在那裡... 你... 就這樣坐在那裡看他們的遊戲機... 但你跟他們又不可以有接觸... 又不可以跟他們有交流... 然後... 呃... 真是... 很老實講... 如果真的在... 現場就這樣看他們... 就是看他們的遊戲機... 其實不如... 我這樣想... 把那筆錢... 你不如... 把那筆錢去買... 買一些更貴的票... 其實反而更好... 我反而覺得... 因為... 以我所知... 就是... 我也有入場看那場正式比賽... 那就... 其實那些... 最貴的那些票... 其實都有位陣的... 就是我... 所以就覺得... 其實... 你反而把那筆錢扔在那裡... 反而是更加...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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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誇張... 對... 對... 那... 接著... 對... 我們再... 我反而覺得... 其實... 萬成來香港... 我反而覺得... 正式比賽不是最棒... 我反而覺得是那個... 公開操練真是... 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票進去看... 其實就很棒... 就是我們... 就是看球台... 就是其他主持... 他也有... 一個球迷奇遇記... 就是... 可能之前如果大家...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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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整個球迷奇遇... 是... 真的很夢幻的... 但是... 我知道... Samson... 你也有去看... 他們的公開操練... 是嗎? 是... 我也是... 照我的朋友的光... 去看... 公開操練... 坦白說... 本身我預期... 可能... 因為我都有買到... 正式比賽... 但是... 本身預期... 正式比賽... 可能... 始終是比賽... 但是... 反而... 在公開操練... 看到... 看到... 球員的認真程度... 是... 比起... 正式比賽來說... 是更加認真的... 那... 首先... 入場的氣氛... 其實... 是... 跟平時我們... 在CCTV看到的情況... 其實是... 一模一樣的... 就是... 球員... 他那個狀態... 還有... 他那個... 就是... 他不像是... 一個... 公開的... 表演... 他不是做Show給你看... 他不是要給你們看... 他不是要給你們看... 而他是真是... 活生生將他們... 在基地訓練的... 他搬在... 旺角大球場... 給你們看... 我平時在做什麼... 所以... 就是... 球員那個... 集中的程度... 是... 真的... 你好像... 自己坐在... 曼城的訓練基地... 看著他們去... 做訓練的情況... 一樣... 球員那個... 跑動... 還有... 他們那些... 就是... 個人技術... 在那個訓練來說... 我覺得... 又不是太重要... 因為可能... 我們在比賽上... 看到他們那些... 那些... 那些... 盤柳很多... 但是... 回到訓練... 他真的做訓練... 真的很紮實的基本功... 那些... 全球... 走位... 跑動... 甚至是... 所有戰術上的配合... 真的會在我... 眼前去做出來... 所以... 令我... 最興奮的... 有幾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 哥迪奧拉... 其實全場... 都在球場裡面... 去... 指揮球員... 其實要做些什麼... 那... 他在... 當他看到有球員... 做一些... 不合乎... 他... 那個... 構思的... 他會立即... 吹停... 吹停整個訓練... 這樣就... 叫那個球員... 他就會跟他... 真的...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 那隻... 一對一... 教仔... 他真的會去... 很多... 跟他... 提醒他... 應該怎樣去做的事... 而... 球員那一刻... 給我的感覺... 真的很特別... 你說... 可能... 有一個... 過億... 過千萬的球員... 在那一刻... 站在哥迪奧拉面前... 他只不過是一個小朋友... 對... 好像我們平時... 在街場... 看到教練教小朋友... 踢球的感覺... 什麼球星... 什麼大牌... 立即不見了... 那個感覺... 真的很神奇... 可能... 哥迪奧拉... 真的有這個... 球場上的... 指揮能力... 所以... 這件事... 是讓我看到... 為什麼... 曼城這隊... 是... 哥迪奧拉... 是震得住... 整個場... 因為... 第一個訓練... 是... 十一個對十一個... 的... 全場... 二十二個球員... 包括其他... 可能是助教... 站在場邊的... 那一刻... 只剩下了... 就是看著哥迪奧拉... 在那裡... 教那個球員... 我想... 你沒有什麼... 差不多的... 震場的能力... 都難做到這個效果... 然後... 再吹... 再開球... 那... 又... 投入運作的時候... 看到那群球員... 其實... 是很清楚自己... 應該要做什麼... 做錯了那個... 會做得對... 然後... 哥迪奧拉... 就是... 他不會說很滿意的... 他就會覺得... 你應該做回正常人要做的事... 你配合我的戰術... 所以... 在那個訓練的觀感上... 其實真的... 挺好的... 然後... 另一件事... 就是... 我想說一下... 他在... 訓練上... 他不會論識... 究竟是不是會有... 鏡頭拍攝著他... 他不怕戰術會外漏的... 他有一個訓練... 就是... 因為... 第二個部份... 他就將整個球場... 一分為二... 另外一邊... 就是... 給球員練一下射門... 又或者練一下底線傳蹤... 那些的訓練... 就是... 基本我們在... 電視上會看到的東西... 但是... 另一件事... 他就... 給我一個... 挺... 深的體會... 因為... 我就跟一個... 踢開球的朋友去... 他自己就... 即... 都... 比中堅更加前... 近角球棋位... 那麼... 哥迪奧奈... 就會自己... 在中圈開球... 然後... 傳球給中堅... 那麼... 中堅呢... 就會把球... 傳球給... 左右兩隻翼... 先左翼... 然後... 左翼... 就會把球帶落底... 然後... 假裝傳中... 然後... 傳不到的時候... 就會傳給中堅... 中堅呢... 就很特別的... 可能我們平時都沒有見過這個... 那就是... 中堅會... 斬個球進去... 小禁區裡面... 做一個... 我不知道什麼的... 的戰術啦... 但是... 尤其是... 左右都是這樣做... 然後... 所以整個觀感上... 給我覺得... 是... 其實是... 有些東西想練的... 所以其實... 他無論是... 你說... 去到香港也好... 可能... 他本身... 可能在日本的訓練也好... 又或者... 在中國做的訓練也好... 他真的有些東西想... 在... 那個... 表演賽... 或者熱身賽的過程當中... 給他們的感覺就是... 你不是來做一些... 表演... 不是來做一些... 不是來做一些... 的表演... 而是... 你... 跟得我出來做熱身賽... 你都是有一個... 的要求在裡面... 你都是要踢回... 我們平時在英國做的訓練... 所以... 在整個感覺上... 真的是一個... 很正式... 很... 很荒蕪... 不會失禮的一個公開的訓練... 而... 在... 完成了一個訓練的時候... 都要幫球隊平反一下... 就是... 說... 球員的態度不太好... 那麼... 我個人自己... 就拿到... 五個簽名的... 是的... 就... 包括... 或者獲家... 迪布尼... 史達寧... 以及... 離開了的... 登尼盧... 但是... 有什麼原因... 促成我拿到... 這幾個簽名呢... 其實... 很搞笑的... 就是... 當我們... 準備離開的時候... 因為... 場邊的姐姐... 就放了那支暗箭的... 他說... 這邊不簽的... 這邊不簽的... 全部都在... VIP區那邊簽的... 那麼... 初初我們都覺得... 可能是的... 可能大會的安排... 但是... 迪布尼... 就是... 可能在VIP區... 簽的那些... 就是... 史達寧... Bunna Dozera... 就是... 比較... 可能... 比較出名的... 大牌... 大牌那些... 然後呢... 迪布尼反而... 在中圈開始... 看到那邊多人... 我們這邊又沒有很多人... 他自己主動吹雞... 叫其他人過來... 就叫... 可能... 新生哥... 科登... 巴和... 就是... 獲家... 那一堆... 就離開我們那邊簽... 他是... 有... 不知... 有... 少少對準的風範... 就叫球員過來... 我們都不要... 這個感覺就是... 不要虧待球迷了... 他們... 其實是在那裡... 伸手出來... 那麼... 整個過程... 其實他們簽都簽了... 十五分鐘... 至二十分鐘有多的... 基本上我看到... 可能每個球員... 即是球迷... 未必是每個都簽到... 但是我覺得... 其實七八成的球迷... 其實都簽到的... 我初初... 我第一次拿到... 那個簽名... 其實是巴和的... 但是很搞笑... 因為我那天... 就... 不見了一支筆... 我買了一支新筆... 那支筆... 還未開通... 沒有墨水... 那我... 給巴和的時候... 我也... 有點怕... 會不會球員... 有些... 脾氣... 就說... 這支筆簽不到... 就給我... 他是拿了... 第二個球迷之筆... 簽了給我... 然後就還回一支筆給人... 於是者是... 很有耐性... 很有耐性... 即是他不會介意... 你這支筆沒有... 那就... 不理你... 但是... 他是會... 真的... 那個... 感覺就是... 好像你跟那個球員... 真是... 很... 一個平輩的感覺... 即是他不是說一個... 過千萬過億的... 新價的球員... 站在你面前... 而是... 真是一個... 很貼地的一個球員... 給球員一個感覺就是... 喔... 我... 拿到我... 最想要的就是... 簽名... 很滿足的了... 他就滿足了我們... 你覺得拿簽名... 有沒有什麼技巧... 或者有什麼要做... 其實... 有什麼... 是令到你可以... 即是... 一下子拿到... 五個球星簽名... 這樣... 即是... 我猜很多人都是... 夢寐以求的... 我想... 你有沒有覺得... 你做了一些... 特別的東西... 或者有什麼技巧... 是可以apply到的... 即是... 例如說... 假設晚成... 下年再來香港的... 會不會... 譬如說... 給球迷一些經驗呢... 我想是... 要... 叫他那個... 姓多叫他的名字... 即是叫他... Rahim Rahim... 叫Stirling... 即是叫巴和的時候... 可能看到後面很多球迷都叫... Cladio... 那你就叫他Cladio... Cladio... 其實... 那個回頭率和吸精度... 其實是高很多的... 即是... 即是... 那個感覺就可能... 你給了他一個... 家人的感覺... 尊重... 很... 很明白你... 其實不是說... 他球衣後面印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而是你真的知道... 他那個姓啊... 又或者他... 因為我不知道... 可能... 其實都是... 不是說真的叫他們的名字... 真是尊重他們那個姓... 告訴他們... 我是叫你... 而不是叫你自己... 幫自己改的名字... 這樣... 所以... 其實這一招... 我是在另一個主持... Matthew身上... 偷師的... 他說其實這個成功率... 其實是高很多... 還有我想是... 不要放棄... 即是... 我有... 即是... 迪布尼簽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點害怕的... 因為前面其實都圍了十多個... 我是... 但是你... 那一刻你要做的事... 其實就是... 把衣服放在前面... 然後瘋狂喊他的名字... 然後... 他會過來... 即是... 其實... 簡單來說... 其實所有球員... 基本上都是有求必應... 是嗎... 都是... 都是... 不會... 即是... 不會... 撒大牌... 不會見有太多人...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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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的... OK... 還有一個值得提提的... 就是... 科登真的有點慘...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就... 另一個朋友跟我一起去... 他成功跟科登... 有一張很高清的合照... 那就不會鬆鬱蒙的... 因為為什麼呢... 可能... 不知道... 入場的球迷是不是... 不知道... 不懂科登... 科登自己很慘... 站在場邊... 沒有人理會他... 自己一個... 竟然是這樣... 沒有人理會他... 然後他是... 不知道是沒有太多人找他簽名... 還是怎樣... 所以... 這件事我覺得是比較... 不知道是... 對球員... 會不會有一個打擊... 即是... 可能我下來... 看到一群大哥在前面... 那麼多人衝過去... 我自己好像... 瘋狂一樣... 站著... 沒有人理會我... 其實... 是挺搞笑的... 這個畫面是挺搞笑的... 但其實我覺得呢... 有時候就是... 例如說這些... 公開操練... 其實如果真的... 身為球迷... 其實最理想的... 可能其實是... 反而是... 認識一些年輕球員... 會更好... 因為有時候有些年輕球員... 他未必... 預計自己... 當然啦... 其實Folden很出名啦... 但有些其他球員... 他未必預計自己... 可能會有... 機會有人認識他... 這樣算啦... 反而這個時候... 跟他打了一些關係... 有機會... 他可能跟你... 即是... 交換一下... 一些聯絡的地址... Facebook那些... 其實可能是... 會很利益的啦... 那因為... 其實... 當然啦... 如果你說... 要球員Facebook來算... 如果你說... 我唯一一個... 真真正正的... 球員還在用Facebook... 跟他有些聯繫的呢... 那個球員已經... 不在曼城的啦... 就是介乎於... 我上一次... 曼城來香港的時候的經驗... 就是拿斯達成啦... 嗯... 其實我現在有時候... Facebook我跟他... 有交流的... 其實他有時候... 都會有些回應的... 那因為... 那時候其實... 他未算是很出名的... 他只是打一戴... 那其實... 其實曼城有很多潛力股... 大家都知道... 嗯... 如果其實... 下月最後機會來的話... 大家不妨可以試一下... 這些機會... 嘗試跟他打好一些關係... 可能會有意外收穫... 都不出奇的... 嗯... 關於... 科登也有一點點補充的... 那... 另外一個朋友... 他就說... 他的另一個朋友... 在英國逛街的時候... 其實是見過科登的... 然後其實... 他走過去問... 就是英文啦... 問你是不是科登... 那麼科登都很意外... 都說其實是的... 然後其實很... 很輕鬆... 在一個英國的街頭... 他們就... 做了一個合照... 所以其實... 科登... 我不知道其實他是不是... 很想親民... 但其實可能... 在場上的發揮很厲害... 但在場外呢... 大家都... 都未必敢去找他... 又或者可能... 知名度... 其實...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高... 我只能夠說... 可能因為... 始終他那個... 我想... 如果不是死中的話呢... 其實很難對... 對他有太多認知... 因為老實說... 其實他... 在晚城其實... 真的不算出得很多場的... 反而我覺得... 那些人... 認識新組... 會認識... 即是... 去了多龍德國新組... 反而會認識多過... 因為... Folden... 他... 始終在晚城的... 那個... 發揮... 以及出場的次數... 都不算特別多... 所以... 可能有些球迷... 真的不是太... 留意清分... 所以他們就會... 叫他對Folden... 那個... 就是... 對他的關注... 可能相對沒那麼多... 這樣... 但我覺得這個... 很奇怪的就是... 因為... Sancho... 其實沒有在... 晚城一隊... 有任何貢獻的... 其實... 他都未上一隊... 但Folden... 其實在去年獲冠軍... 他射入了一隊熱刺... 很重要... 唯一比零... 我有時候就真的... 那麼多人啦... 但其實我也知道... 其實很多時候... 可能是香港球迷啦... 其實大部份... 我知道很多人... 都真的反而... 最受歡迎... 可能真的... Sony呀... 史端玲呀... 或者是... 迪布尼這些... 阿古魯這些多一點啦... 是的... 我會這樣... 因為... 甚至我們有時候... 有些球迷群這樣算... 我發現... 其實講Folden的... 場合... 更少於講Sancho... 我都留意到... 有這個情況... 反而... 無時無刻... 大家只會問... 會不會買Folden的... 但... 其實... 大家對Folden的背景... 不太了解... 即是有這個情況... 比較可惜一點... 公開訓練... 大家還有什麼想補充呢... 公開訓練... 其實... 我比較遺憾... 有一件事... 沒有看的... 就是... 猴子唱球... 因為... 其實他們的猴子唱球... 其實是... 很出名的... 就是那些訓練來講... 有一刻... 最後一刻... 他們圍了一圈... 坐下... 我以為是猴子唱球... 準備脫褲了... 但是... 他們是... 做這個... 物理治療... 但是呢... 他們很有趣的... 他們每一個... 做物理治療的球員... 都是... 我見到是有專人去服侍的... 就是... 不會說這個做完... 就做下一個... 而他們是... 可以... 就是... 那個隊伍是... 大到是... 可以每一個球員... 可以很快幫你... 可以... 很快的... 可以... 就是... 除了是... 身體上... 他有一些... 然後... 他在... 他都會在旁邊... 有些教練跟他聊天... 就是跟他說... 可能... 剛才那個訓練發生什麼事... 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 在整個訓練... 我為什麼這麼強調... 他說... 真的是一個... 很... 很正式的訓練呢... 他是... 可能真的把他在英國做的事... 一字不漏... 就帶來香港... 還有... 哥迪奧蘭在整個公開訓練... 他給我的感覺... 真的是... 他... 當兩邊的觀眾席... 是空的... 看不到球迷的... 很認真地... 他真的看著每一個... 球員在做什麼... 是... 真的... 是... 感覺真的是爸爸教兒子的感覺... 他見到誰的錯... 他立刻停... 就好像他平時... 可能... 對球員的執著來說... 無論在巴塞也好... 白人也好... 甚至在曼城也好... 其實他真的... 對球員的要求... 是看得出非常之高的... 還有... 比較... 是看得到阿迪達... 阿迪達也有... 跟哥迪奧蘭一起去教兒子... 就是一起去教兒子... 他給我的感覺... 不是說... 真是一個助教兒... 他是... 我覺得... 跟哥迪奧蘭其實是平排的... 可能平時我們看球... 都覺得阿迪達有些調動... 是哥迪奧蘭自己都看不到的... 可能... 整個鏡頭的感覺... 我們自己加一些... 旁密就是說... 早就叫你這樣做... 你又不聽... 這樣... 所以... 阿迪達下去做訓練... 跟哥迪奧蘭做訓練... 其實兩個都做到... 教練那個... 級數的... 效果... 就沒有說... 是不是助教... 還是教練... 我想這件事其實是... 都反映到這隊球的... 質素... 無論是場內... 場外... 又或者是... 正式比賽... 又或者是訓練... 這件事是... 給球迷一個信心... 嗯... 那我猜... 其實大家應該都... 就是... 兩位主持... 其實都對... 曼城鵝公開操練都覺得... 其實真的... 滿...滿...滿... 滿...滿...滿... 很滿意啦... 甚至乎... 我猜... 我們來講會談到的... 就是正式比賽... 我想... 我猜... 你們的感覺應該都會對... 覺得公開操練沒有... 覺得公開操練應該是... 比正式比賽更加好... 對吧... 就是說... 是... 看到的... 球員的表現啊... 還有... 就是說... 跟球員的互動方法... 是真的多很多... 對吧... 都會覺得... 我想... 兩體啦... 正式比賽... 你會看到戰術上的配搭啦... 但是... 在公開訓練... 你會見到... 呃... 就是... 平時我們只看11個... 對...對家的11個... 那我們... 在公開訓練... 我們就看到... 22個自己有... 在場內... 自己... 比賽啦... 以及看到他們不流力... 就是... 例如... 他們可能... 為何... 平時訓練... 會有受傷的情況出現... 嗯... 他們真的不會說... 我來了香港... 那我就要... 為了今晚可以... 下街逛逛逛... 不會啦... 他們真的會... 有些攔截啊... 又或者... 有些... 身體對抗呢... 是會給我們看啦... 嗯... 就是... 我也覺得... 去到公開比賽的時候... 我... 預期的... 比賽其實... 相對沒有那麼... 我原本就覺得... 其實應該都會放軟一下手腳... 就是... 對著結智... 但是... 其實我整場都看到... 尤其是... 尤其是上本場啦... 那個正選... 就是... 那個正選陣容是... 很有很有誠意的... 基本上是... 跟下半季的那個鐵膽... 只有11人... 差不多... 還有... 看到... 就是... 就是... 大家... 兩方面都是... 很... 很努力... 踢你場地球... 嗯... 還有... 我自己想說的... 我覺得某些球員... 就是... 在電視上看到... 你覺得... 你覺得... 他的身形好像很普通啦... 就是... 你知道他大隻... 你不會覺得很大隻... 但當你真的在場面看到他的時候... 你就會真的覺得很大隻... 其實我講的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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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時在電視上看到他很... 很大份... 但是... 就是... 你怎麼可以... 你怎麼... 你怎麼有一個很實際的形象... 就是... 你心目中... 你覺得他大隻是怎麼大隻化的... 你平時在... 在電視上看不到的... 但是... 去到整式比賽的時候看到... 其實就是... 就是... 他那種大隻... 又... 他那種大隻是... 嗯... 就是... 跟其他球員相比是真的... 很明顯的... 嗯...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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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郭嘉打的那條邊是... 跟... 阿布拉杜斯華一起夾的嘛... 那... 你就會看到那個端毅... 還有... 嗯... 他那種... 大隻是... 又不會是很笨重... 就是好像盧卡古那些... 就是... 不會... 不會很笨重那些大隻... 反而是... 你感覺到他的身體協調是... 真的OK的... 還有... 對... 是... 郭嘉... 不知道... 特別是他剪了光頭之後... 嗯... 就是... 那個焦點就真的落了他的身體形狀上... 有些人覺得他好像丹尼亞維斯... 之前的光頭之後... 對... 其實他... 那個身形... 其實... 正式看下去... 就是跟平時在電視... 又或者你打FIFA... 其實是兩回事來的... 他... 肌肉不算很健... 不是說很... 柔軟性那隻... 但是... 他... 那個形狀呢... 真的給你看到哪一個肌肉是哪一組... 但是他又不會說是真的那些粗礦型... 纖條都出來了... 但是呢... 所以... 所以他平時做的那些身體對抗... 我覺得是真的有... 有...有訓練開的... 還有他那個感覺是... 不會說上身很笨重... 下身就很... 但是... 我現在有一個... 給我一個... 非常好適合的位置... 就是... 在公開... 不是... 在正式比賽那裡... 有一下呢... 因為我就... 呃... 買了季妃啦... 那麼... 看到他在場邊... 有一下突然之間是... 360度自轉... 突然之間向前跑... 然後在... 後場呢... 就不記得是否應該是拿破滴... 還是不知哪個位置... 那就... 好... 好像是迪布尼... 就傳了有一個球落去... 呃... 呃... 國球旗的位置... 但是我現在是很神奇的... 他一轉身的時候呢... 那個球其實是斬了的了... 但是他是追得切那個球落地那一刻... 哦... 我記得一個... 是啦... 那一刻他在我面前突然轉身... 就是我... 左眼瞅瞅到他轉身呢... 我就右眼已經看到他在我前面出現... 嗯... 所以... 為什麼在... 呃... 以前他在熱刺也好... 他在轉了來慢城也好... 他那個速度呢... 真的給大家一個... 很現實的感覺就是... 為什麼他跑得快... 還有為什麼... 呃... 他的意識那麼高... 那一刻他是... 不知道是不是訓練又開啦... 他是... 一轉身... 那個球就到... 他就跑到... 那一刻是我立刻站起來拍手掌的那一刻... 嗯... 還有... 嗯... 剛剛... 剛剛... 剛剛Samson說到說... 迪布尼放了一下波比亞獲加... 就是獲加他的速度又... 追到呢... 其實我還想再讚一下迪布尼... 就是... 你現場看到迪布尼... 給那些波和他放在場前... 就是... 漂亮到癡了... 就是說... 他... 放的長波... 地波... 呃... 就是... 每一球的力度都剛剛好... 他的力術剛剛好... 是到了... 預測了隊友的那個走位... 就是... 所以有時候... 迪布尼... 他會罵隊友... 為什麼你走不到那個位置... 其實我... 某程度上都會理解... 因為他... 他放的那些波... 他的... 尺寸呢... 其實你肯走下去... 或者你... 就是... 你跟他密切好... 其實... 你... 真的可以... 很輕鬆就可以... 可以接到他的波... 因為他真的已經預測了那個走位... 所以... 為什麼... 迪布尼真是一個... 很出色... 很出色的中場... 在現在... 當今世界球壇上面... 還有... 呃... 還有一些球員... 就是... 埔納道思華... 還有... 丹尼路... 其實他們兩個的感覺... 都是很勤力... 很勤... 態度很好的球員... 就是... 你... 不會覺得他們兩個... 會爭牛灘的那些... 比如說... 就是... 你說埔納道思華... 他... 其實他迫搶... 他很勤力... 就是... 你想想在香港... 嘩... 那天大家都知道... 多麼容易... 多麼嚴重... 但是... 布尼路到思華... 他... 一直都一直有迫搶... 即... 即... 即使他被扭曲... 其實他都... 很勤力地保持著迫搶... 所以... 我... 我知道... 或者我... 明白為什麼... 哥迪奧娜這麼喜歡他... 還有... 丹尼路呢... 他都是... 即... 即使他沒有正選都好... 他在場邊... 他都會保持著... 整天在做熱身... 這樣... 即使... 令自己的身體保持著... 在一個... 的狀態呢... 其實... 我覺得這方面都很值得讚賞... 所以... 我... 之前... Mathy都說過... 覺得丹尼路走... 其實是可惜的... 因為他的... 那個態度... 其實真的... 很值得給他的... 一些信任... 是啊... 其實... 因為始終... 我有時經常都覺得... 其實... 即是... 獲加當然是很出色的球員... 但有時候... 其實我自己真的會覺得... 在態度方面... 丹尼路是不輸蝕的... 甚至會有時候... 有些態度... 還會比好獲加好一點點... 但如果你說... 整場正賽... 即我看我覺得... 最驚訝的地方是... 我真的沒有想過... 曼城會這麼有誠意... 去擺一個這麼強的陣容... 出來... 因為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其實呢... 如果參考之前... 其實他們... 再早一點點的時候... 他們踢了一場... 英超挑戰盃的嘛... 即是在中國那裡踢的啦... 其實我覺得他那兩場... 很渣流灘的... 甚至乎... 最後那些時候... 換了新仔出來... 然後亂射十二嘛... 即是... 反而... 來到... 去香港一對傑子這場... 其實我反而覺得... 他會渣流灘的... 但是他就... 反而好像... 真的當你很強的對手去踢啦... 即是這個是令我很意外的... 那... 而且我也覺得... 曼城... 即是如果他說他要做一些... 譬如說公關的話... 那他有些做得很好...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一位球員... 就退休了... 即是踢完第一場... 那他其實整個... 無論阿哥... 又來送衣服也好... 整個佈置... 其實我覺得是... 就是相當完美的... 嗯... 那這個我其實都... 就是要駕駛一站... 曼城的公關團隊... 那另外就是... 我... 即是... 如果你說要我對比... 即是你說... 如果我在香港看的... 曼城比賽... 我看過兩場而已... 一場就是現在這一場... 另一場就是... 幾年前... 拍力堅尼的時候... 帶了曼城... 來香港打英超挑戰盃... 你覺得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兩場的對比... 因為... 很老實講... 如果你以我自身對比的就是... 拍力堅尼尼那一場... 我本身那一場... 因為下很大雨... 那我就... 我坐學三位... 就下湯街了... 變得很辛苦... 我自己... 但是... 那一場是因為... 泥地... 變成了樹枕田... 那就... 變相就是... 其實球員... 很多時候... 他們做不到組織... 但如果你問有兩場... 最大的分別呢... 我會直接覺得... 真的覺得是一隊不同級的球隊... 甚至乎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 你告訴我... 兩隊球員是不同的球隊... 我也相信... 只是淺藍色衣服而已... 但是不同的... 因為那時候... 其實... 踢法呢... 是剛剛曼城... 就是拍力堅尼... 可以使用地面進攻得來... 但是仍然有很多高球... 而且... 我最記得... 我沒有印象中... 我沒有記錯...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因為真的很久... 好像是十二碼... 好像是... 迪斯高的... 因為我... 我也有看... 他在我眼前進去... 因為... OK... 那... 因為... 因為我是坐... 我是坐... 球模... 即是龍門後面... 我也是... 我忘記了坐... 哪一邊的龍門... 因為我忘記了球模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彭對利盟真的很高... 跟龍門一樣高... 是... 嗯... 因為... 其實... 因為我比我高很多... 即是你問誰是龍門... 誰是球員... 我也分不清... 而且我覺得... 這場看就是... 其實我沒有想過... 當然了... 因為這次的場地... 其實是比上次好... 好很多... 那...我反而覺得是... 因為...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他真的會打真棍... 即是好像英超這樣踢... 我猜不到... 這麼快... 你平時猜不到... 你以為他們看就跑... 但原來當他在你面前看的時候... 原來真的這麼快... 你是... 那頭看不及的... 有時候是快到... 嗯... 而且有時候看到球員的走位... 其實我是覺得... 有時候不是他拿到球的走位... 是拿不到球的球員的走位... 都是挺有趣的東西... 嗯... 因為有時候你也知道... 其實... 如果我們就這樣看直播... 有時候你看不到... 因為有些位置拍不到... 但是你變相... 你直接在那邊看的時候... 你就會看得很清楚... 而且你會明白的事情就是... 其實有時候哪些球員走對位... 或者哪些球員走錯位... 這個我也是覺得... 挺好的體驗... 嗯... 還有... 我自己想說的是... 就是... 總之... 下半場的時候... 不是有一段時間... 換了好幾個清犯出來的... 其實... 對球的那個... 表現呢... 我覺得都是保持著的... 就是... 你就看到其實... 曼城那個清犯呢... 基本上... 他發展的方向... 是... 我...我...我... 這樣肯定的... 其實... 哥迪娜已經制定了一套... 他們... 他們... 他們本身球員的發展... 應該向... 整個... 哥迪娜整個教練團隊... 已經... 在清犯方面... 已經做好了一個... 調價... 就是你看到他們... 雖然說可能他們防守方面... 可能有些問題... 或者是... 跟人啊... 那些做得不好啦... 但是... 他們在進攻方面... 那些... 走位... 配合落底... 傳中... 什麼時候應該要跌瓦座... 什麼時候應該要回歪... 其實... 嗯... 我大膽一點這樣說... 其實... 跟原本曼城... 打開正選的11人... 其實那個差別真的不是很大... 那當然可能因為... 對手有問題啦... 就是... 真的有個級數可以的差別在那裡... 但是... 如果真的清分... 就是... 都... 打到一個這樣的表現在那裡... 還有... 就是那個... 尤其是... 其實整個二生賽... 基本上比較多人討論... 是那個... 班拿貝啦... 就是... 中文英文...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啦... 就是... Bernabe... 十七歲那個... 好像...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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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評價... 就是... 基本上... 曼城整個... 亞洲行... 以及整個熱身賽的那個表演啦... 挺好球的啦... 那... 當然我就... 希望他們之後... 都可以保持著在曼城發展啦... 因為...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 17年的... 曼城去了美國行... 就是... 去美國踢熱身賽啦... 那時候是... Brahim Dias... 是... 剛剛開始給到... 曼城球員一個... 很大的印象... 就是... 他... 對王馬一流幾個入球... 那... 當時大家都對他抱著一個... 很厚的期望... 但是... 其實他是做給王馬看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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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就... 真的不是那麼希望... 就是... 曼城... 就是叫做... 清分... 就是比較優質的清分... 就... 就... 就是... 你看到... 其實... 基本上... 看到曼城... 總之... 他整個清分都已經保持著... 他的那個... 概念和他的理念是... 很清晰... 就是... 基本上... 他全部球員已經植入了... 那個... 那個觀念就是... 你要懂得如何控制球... 以及... 帶著球去進攻... 這樣... 我覺得是... 那... 補充一點就是... 他們在公開訓練... 那個... 清分的球員... 跟... 就是... 那十一個對十一個... 那個的... 環節呢... 呃... 場上裡面... 可能有些是清分... 有些可能是世界級的球星... 但是他們在... 呃... 大家... 對抗... 又或者真的在做訓練的時候... 他們是... 沒有說... 分是你是... 出名一點... 還是我是出名一點... 還是你是出名一點... 還是我是未出名的... 這樣... 他們的感覺真的是... 一對球... 對... 還有... 他換了下來... 可能正式比賽... 帶球場那裡... 他出來的時候... 是... 那個感覺真的沒有跌倒的... 還有... 不知是... 我幸好一定是... 教練的... 他們的安排... 他們的集中攻擊... 都是在右路的... 所以... 我們就... 看完他們在右路做的配合... 其實... 球員... 他們的配合... 其實... 真的轉了... 球員... 就不是說... 清分有清分的戰術... 一隊有一隊的戰術... 而是... 一個的戰術... 就是整隊球... 就這樣... 所以... 其實這件事... 是... 多值得去... 表揚哥迪奧拉... 他... 為... 有些... 清分的貢獻... 可能... 其實哥迪奧拉... 有參考過巴塞那一套... 因為... 巴塞那一套... 全部都是打4-3-3... 就是... 那次踢巴利... 相近...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才會容易... 給到一些清分可以上位即插即用... 即所謂的... 嗯... 那... 我覺得都是好事來的... 那... 但是... 我還要補充多一點點就是... 因為... 其實我們... 第一節的時候... 前鋒的問題... 其實... 有一個叫... Nemcha... 應該叫做... 就是... Enau... 好像是譯了安里卡... Lucas... Lucas... 就是德國球員來的... 對... 那他這個前鋒呢... 我看他踢的時候... 有一個印象深刻... 就是... 我經常說... 漫成的制空力不夠... 在前鋒... 我覺得他是有一定的制空力的... 而且... 射球那些...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的... 所以... 不排除他今年... 我借了他得甲之後... 有機會... 可能下季都會是其中一個選擇... 都不出奇的... 嗯... 所以其實... 大家都可以留意多些清分咯... 嗯... 還有... 就是... 我記得... 嗯... 其實... 他現在也是... 應該是會借去... 德教和夫斯堡啦... 我覺得... 對他來說... 是真的... 這個愛借... 我覺得... 對... 對... 萬成來說... 和對球員來說... 都是一個雙贏的... 一來... 真是可以借到... 是一個... 比較高水平的... 賽事的表現... 就是... 哇...你上年只有英冠... 我覺得... 真的有... 不懂得有點浪費了... 那你... 那你... 還有... 我覺得他... 如果有多些... 正選... 的機會上陣呢... 其實... 嗯... 對他的發展是好的... 因為... 之前... 即是... 他有一個... 球馬奇語記... 他也有... 跟那個... Lukas Nemecher... 聊過幾句啦... 還有... 他有問過... 哥迪奧拉... 他覺得... Lukas Nemecher... 可以在... 一隊打到直... 即是... 可不可以... 即是... 即是... 哥迪奧拉... 那... 我覺得... 好像這一類... 這樣的前鋒呢... 即是... 如果... 他... 假設一直留隊啦... 那... 會有點像... 以前...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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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前鋒的... 即是... 有時可能迪斯高會出來後尾... 會出來... 可能會... 救阿勢... 我覺得... 分分鐘... Lukas Nemecher... 之後的那個發展... 可能就像... 類似迪斯高那樣的版本... 即是... 有身體質素啦... 有高度啦... 那... 分分鐘是... 可以真的為馬城... 帶來到一些... X Factor...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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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其實我到這幕我最深刻的... 那... 那... 即是... 最後尾... 因為我坐那個學生飛的位置... 那我就... 對著... 在球員通道旁邊的... 那... 那... 當場球賽結束後,有很多球員走過來,當然我就瘋狂地叫 但我想說的是,球員好像不太懂得唱那些圖片 譬如Sylvra song,他們可能看到史達林那時 我感覺當時只有我一個人在唱Raheem Sterling,He is top of the league 我發覺是比較少人唱的 可能香港球員對外國看球文化不太認知 或者他們沒有去留意 我當時就瘋狂地唱,瘋狂地叫 我有拍到影片的時候,我聽起來都覺得自己發瘋 還有,近距離看到跟蹈簡,黑黑實實的 真的都很健碩,但肚子有點凸 可能胖了,但他的身形比以前是很健碩的 還有,近距離看到史達林 因為之前Mapfiel跟我說 其實他怕史達林來到香港會像當年拿斯尼來到香港 因為拿斯尼跟史達林有一個很類似的經驗 就是在轉會的過程是和大家 即是和原本他舊東家的球迷有點仇口 當年拿斯尼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拿球全部球迷不停去他 我還想跟你說,那一場比賽最過分 是他那些有不少都是萬城球迷 是的,就是敢瞻炒 但是想說史達林其實很受很受萬城球迷歡迎 因為最後那些球員在慢慢進入球員通道的時候 然後史達林就過來簽名 當然還有還有萬城那些負責 即是社交媒體運作的職員 如果大家有留意萬城的IG 即是經常有個女的主持在說話 大家應該會認得他 然後他就在幫阿斯尼簽名 所以那些人是瘋狂地 他就這樣說史達林史達林史達林 即是不斷狂喊 即是和當年拿斯尼那個 受到的對待 即是那個 即是那個 那個 受到球迷的歡迎是差很遠 但其實香港也叫他多很多女朋友球迷 但反而在這次的場景裡面 真的沒有人去看他 反而那些球迷也很喜歡他 我會覺得可能因為情況有點不同 就是因為那次其實是英超挑戰盃 嗯 有另外三隊其他隊的球迷 嗯 我也知道有很多 即是不要管什麼球迷 總之很多不是萬城球迷 但反而可能這次因為 起碼只是萬城的結智 反而基本上其實你不是萬城球迷 就未必會太多人去 而且始終其實我個人覺得 其實這次的票是買得定價上偏貴的 因為留意一下英超挑戰盃的價錢 其實你看兩場球 但是你現在只看一場 那可能也會有影響 這個也是解釋了為什麼 說最貴的票賣剩很多 甚至我所知是 臨開球前那一天 最貴的票官方還在買 嗯 就可以看到那個差距在哪裡 嗯 我想其實是史達林成功洗底 其實你看英超比賽 其實我都覺得球迷少了很多 沒錯 即是他那個貢獻程度 即是他那個 即是他對外那些新聞 即是Stand for Racism 他自己是幫自己洗了很多 即是他自己幫自己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形象 他不需要靠一些萬城的公關幫他做一個假的史達林 他自己幫自己做了一個真正的史達林出來 即是可能以前 每個人都說是貪錢 那可能他是 但是 在貪錢的背後 他是在場上 做得出那個 符合球員性格的表現 是的 正比 即是你 你看到其實 他 真的說要 譬如說 二十多萬 三萬磅周身 但是你看他現在他的表現 他真的做得出來 是的 即是韋斯行那場 第一場就入三個 即是對上一個球員英超開幕至入三個 已經是那間 好像2010年 甚至2011年的杜爾巴 那你就看到那個 即是 你看到 球員 他真的 當然 他可能 他真的遇到一個好的白落 那就是 葛迪奧娜 但是他自己都 一直一直保持 都是很暴力的付出的 所以 為何葛迪奧娜這麼重 就是這樣的原因 我覺得 那大家是 叫做萬城 這個香港資料 還有什麼想補充 做個小總結 即是 今年不知是第十年 還是第十一年 去支持萬城 在香港看過兩次萬城的比賽 那今年我覺得是自己 另一個高峰 即是追星追得比較瘋狂的一刻 其實現在每一晚看著那件球衣 其實都很不可思議 即是你在電視看著球員 做完的助攻入球 然後你看著你的房間裡 有一個那個球員簽名的球衣 掛在你的房間的時候 那個感覺其實是 我做了什麼來 為何這麼有趣 很少看你入球後 你不是看著螢幕 而是看著你的衣服的簽名 然後那一刻你會回想 就是他在你面前簽的那一刻 你好像不斷回播出來 還有球員的態度真的很友善 他簽完之後 他會看著你 他不是看著那件衣服 簽完就拿下件衣服 他跟你是有眼鏡的 他是讓你知道 他很尊重球迷 很感激球迷來支持他們 他做回球員本身 可能他在英國 又或者其他地方做的事情 他們來到香港 都帶給予香港球迷的一種享受 還有真正看著球員的身形 又或者真人 那個感覺是 比起電視看是兩回事 可能有些 可能以為他比較高 但原來實質比較矮 可能以為他比較肥 但他真的這麼肥 那我就說 那個眼睛老眼 但是 本來導師說 他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 真的是一個低B仔 我們在場邊叫他 他回頭看回來 那一刻的笑容 你覺得他真的不是 扮出來那隻低B 他真的是低B仔 但是他在投入訓練的時候 他真的是一個很高級的球員 就給了球迷一個很好的自由 整個過程當中 無論是在公開訓練也好 正式比賽也好 你怎樣叫他們 我想起一個畫面 就是 新增高在我面前去做熱熱的時候 有球員走過去 有球迷問他 可能拿簽名也好 他看著眾多的球迷 他說 後來後來 但是很好笑容 看著球迷 就是 給了一個感覺就是 為何他 上一季和今季 有一個正選的位置 他真的開始變成一個星星的感覺 所以 在很多細節上 看到這隊球的感覺 真的 比起之前訪港 真的是兩隊球 他走出來的氣勢 其實已經不同了 走出來整個球場 看著他們的目光 和你自己的身份認同 其實都是兩回事 可能以前看的 就是一隊 剛剛冒起很強的球 去到今天 你是會覺得 就是 講不知有沒有誇張 就好像覺得 你是看到黃馬 看到巴塞 那些級數來到香港訪港 那個感覺 就是 漫成已經有一種 昇華 到這一個級數的感覺 所以 是 蠻驚訝自己 成為這隊球的支持者 還有 你說到簽名那裡 這個 對我來說 也有些其餘的感覺 因為 漫成的官方球迷會長 然後馬田就邀請了我們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Aurantius 幾個主持 就去他們的一個 去他們的主場餐廳參加一個 campaign 那就 有樂隊看 有 有些show看 還有有抽獎的 抽獎的 抽獎的重點 我記得是 Samson Wilson 還有 Carpry 都有去到 Maffrey那時候不是在香港 比較遺憾 他之後也很丟臉 之後他 抽獎 抽獎 抽到可以 近距離跟球星 拍照的簽名 那時候 因為我前陣子比較忙 我就去不到那個 campaign 我只有空去看正式比賽 之後 Carpry 他有 高級的待遇 對 他有高級的待遇 那時候我帶了一件 之前1718 我們拿完影小冠軍之後 我們出了一件T恤 我買了一件T恤 我買了一件T恤 給他 你可不可以幫我 給他們簽名 我真的很想要他們簽名 我見到他們 因為我見到你們 都很豐富 我真的很想 分一杯羹 然後 他說 好吧好吧 我盡量幫你 因為 他說 他自己也想簽名 最後 最後 完了之後 因為他 如果他要參加這個 即是 跟求生近距離拍照 他就要70分鐘要離開 70分鐘後 他就離開了 之後 完場之後 我再叫他 問他怎樣 一開始他就說 你這件衣服 我應該就簽不到了 那一刻就下降了 之後他就說 但是 我就有一張卡紙 就有 有些 球員 和 哥迪奧娜的簽名 那我一會兒拿給你 那一刻 我那一刻就立刻 很開心 真的開心到瘋了 即是 我之後就拿回 然後那張 那張紙上 有 哥迪奧娜的簽名 有 阿迪達簽名 有 還有 還有 曼城 真的 我看的簽名字我猜是Provader 雖然不是很大牌的球員簽名 至少有哥對奧拿 有Folden 有阿迪達 其實我已經很開心很心滿意足 所以我之後也很感加Carpet 還有我拿了那張簽名回家之後 我翌日馬上拿了那張卡紙去過膠 馬上就傷了在我房間的牆上 掛在最高的位置 然後每天看著它 我一看它就覺得很奇妙 真的很開心 大家還有什麼想作最後補充 兩件事 第一件事先表揚一下Carpet 其實我那天本身公開訓練 我只有四個簽名 沒有史達林 感激它幫我塞多了一件衣服 因為我本身打算Carpet優先 它拿到去簽多一點 沒有問題的 希望我也會偷一點光 到最後我多了一個史達林的簽名 我是挺開心的 因為有史達林和有迪布尼 我覺得真的值回票價 然後另外第二件事就是 講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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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其實真是有有準備的 也像迪布尼 它自己有支筆 是不斷地簽 是要再說到 archive проблемы cro Kid 真的在學過 真的 required 太把vere彩名 為球迷 賣相多的圖線 包括他人生中的5分鐘幫人簽名 5分鐘已經可能成為某些球迷一輩子的回憶 現在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看完香港的比賽 我看完公開的訓練 我下一步其實已經在推動我真的要存錢飛去英國 那個感覺就是 你很多東西在本土已經達成了 你自己真的要親身去做一次 真的功德圓滿的感覺 我們這一節的分享也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第十四集的Rentius再見 再見